詞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让心更自由 生命电视和你 一起直速念佛 放声点灯指着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红发型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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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吃了这个甘露 身体马上无病无苦 发光 甚至变成天人 所以叫恶鬼升天 那如果这个食物 如果按照佛教 我们如果直接把食物去拜祖先 不见得他吃得到 佛教的做法是 用这个食物 以生病的 或是亡生者的名义 去供养三宝才有福田 才有福报 那第二种福报就是 又把这个食物 替他们布施给贫穷人 流浪狗 或是最可怜的孤魂野鬼 做成烟共 那个功德更大 所以简单地说 就是用这个食物 替我们的母亲众生 上供三宝 下施六道友情 所以我每次来都教各位 这个简单的法门 一块饼干也可以 七颗米也可以 就像各位上午 拿来一杯水里面七颗米 这样来 做二十年灾 又直接布施 放在外面树下 那最主要是你每天这样做 你每天就会心情很好 健康 有福报 那进一步又可以 修慈悲心 累积成佛的功德 当然有人问我一句话 他说我每天在我家门口布施 那我说我家旁边都是鬼 那这个观念是错的 因为佛陀说 你只要拿这些食物布施给他们 为他们念咒了 他们能够来了都可以升天 叫恶鬼升天 那如果不想升天了 都会成为你远 永恒的护法 但是他连看你都不敢看你 就是不会接近你 他只是感恩你 并不会伤害你 我想就像 一只流浪狗 你喂他吃东西 那如果他愿意接受 他生生 他永远就不会伤害你 他可能因为他是流浪狗 不敢接近你 但是他吃的时候就会来吃 甚至将来还会感恩你 所以我想不用想太多 只要慈悲心 所以佛陀给我们讲 希望我们得到这些福德 具是全部你都得到了 一把米 一块小饼干 乃至布施一下水 甚至 各位你现在手上都没有米 没有水 没有饼干 你用观想都可以 什么叫观想 因为你昨天不试过 所以那个力量都还在 所以各位要练习这个 比如说 你昨天拿十块钱 去帮助一个穷人 那你把这个功德回向了 那这个功德 一直到你成佛都跟着你 所以佛陀就叫我们要回向 这个功德都跟着你 那这个功德永远不会善失 你又跟一个人见面 又回向给他 所以刚刚我往那边开门 刚刚有一个黑人小孩一打开 看到出家人就跑掉 那至少 我的友缘 回向给他 他跑了 功德跟他去 但是你一定要跟他结缘 所以我们所做的恶业 生生世世会跟着你 你跑也跑不掉 所以有人问我说 写牌位要不要写地址 我说你打成肉 这样他还是找你 这个业力他不会 因为你改变形象 投胎做不一样的 他不会跟着你 同样的 善业永远跟着你 那特别我们把善业 回向法界众生 那那个功德就骗你切除 那各位要把这个功德 布施给任何一个人 所以当然今天母亲节 我们做这么功德 这么多功德都是 为了供养母亲 乃至雷氏母亲 为了一切众生 所以那这些功德 希望大家能够有信心 只要你多念变食咒 如果不会念 至少念翁阿红 加持食物 然后去布施 那平常各位不能做严肯 无所谓 你只要饼干 捏一捏 丢到草里面就好了 就像我们出家人用米 用米放在水里面 也没有烧 那时候就给它倒在树下 我整杯放在那边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我再简单 捏一遍 那各位就要想 所有众生 都会脱离这些痛苦 所以佛陀说 刚入味经有二十种 第一个 现在不为饥渴穷恶 所以这些恶鬼道 马上就脱离饥渴穷恶 疾病衰货 等一下我们还特别 为他们做药师焉供 他们当下脱离生病 这现在不是光二鬼道 各位写的消灾牌位 我们家里的老人 生病的人 希望他们赶快脱离病苦 所以这些不好的事情 车祸 跌倒 招小偷 这些衰货 恼老身心 现在就不会碰到了 所以所有的善业 来自于善的行为 我们去做善事 当愿众生都如此 第二 人有所食淡 若不美皆成上位 所以释迦牟尼佛 有个胃上胃下 什么叫胃上胃下 再臭再不好吃的 给佛陀吃 都是最好吃的 就是佛陀 累世不失食物 乃至用话 去赞叹别人 乃至说法给别人听 所以佛陀的舌头 世界上最难吃的 给他吃的最好吃 这是个人的夜报 就像有些人 吃辣椒很痛苦 有些人吃辣椒很快乐 个人的姻缘不一样 所以你经常不失 以后你喝水都觉得甜 不管吃什么 你都觉得好吃 就像一个故事 各位听过 释迦牟尼佛 曾经造了一个夜 所以有一次 他带了很多弟子 有一个养马的 大富贵主说 要请佛陀去运供 三个月 结下案去 佛陀带了很多人 到那个地方准备 三个月结下案去 结果那个人跑掉了 那个人反悔了 不想供养佛陀了 结果佛陀到那边 又没办法 他们没有人供养 没东西吃 只好吃什么 马在吃的 叫马脉 很粗的 马在吃的 那没办法 只好吃啊 那佛陀就咬在嘴巴 所有阿罗汉一吃都吐 哇 真难吃啊 吃不下 但不吃又不行 会饿死 然后佛陀在吃的时候 吃的感觉到很好吃 脸都发光 舍利佛尊者就为了说 佛陀 你吃跟我们不一样 为什么你吃得津津有味 我们大家都要吐了 佛陀说 是吗 同样这个东西啊 佛陀又抓一把 放在嘴巴咬 咬了以后 佛陀就挖嘴巴 已经吃了一半了 来 舍利佛 我吃的就是马脉 不然你吃吃看 一吃 舍利佛差点昏倒 为什么 从出生到现在 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他说佛陀你的不一样 佛陀说 不是我的不一样 而是我的舌头 胃上胃上 舌头咬过了 就会变味道 所以我想各位这一点 就是希望各位多试试 以后 若东西不好吃 若人有所食淡 若不美 皆成上位 这是第二个 你会有这个功德 所以各位要找到自己 所以 如果你 你儿子是卖水的 跟水有关系的行业 那你要多在佛前 帮他供甘露水 这样 然后你也多送水 去普贤士 这样 去跟人家结缘 因为他们早课玩课 念完这些水便甘露水 结缘 那生生世世 你一碰到水就发财 因为你种了阴 这个很重要 假设别人在盖道场 盖免费医院 你出了一百块 出了一砖一瓦 你种了这个善阴 那生生世世 你搞建筑的 你就比别人赚钱 因为你种了这个阴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度一个众生 就会用神通观察 他过去种了什么善阴 以这个善阴来度他就可以 那同样在这个世间 你在造什么业 比如说 你儿子卖音响的 那你要搞音响的 那你要送好音响给别人 就像上午说的 你要做衣服的 做买卖衣服的 那你要多送好的衣服供养出家人 送好的衣服给贫穷人 那你做衣服的 做出来的衣服 就漂亮 卖得好 生意好 因为你在这方面种了善阴 所以因为我们不思甘露 来供养佛 来帮助这些可怜众生 所以以后不好吃的 人有所食但若不美 皆成善味 就像说这一杯水你喝很难喝 那你就交给一个有修行的人 吹一口气喝一口再给你喝 就变好喝了 就像佛陀 透过佛陀的舌头 给对方就好喝了 就好吃了 这是真的 所以印尼人 泰国人都有这个习惯 印尼人只要出家人吃东西 他们就等着吃 跟师父说不能吃完 不能吃完 因为他要吃师父剩下的 他认为这个才是大家吃 同样的就像我们把水果供养佛 那我们再吃 我们就觉得这个有加持 对不对 供养过佛了 我们来吃就有力量 就有加持了 所以我们用这个食物上功下持 就会变成这样 那吃的东西就不会生病了 精神就好 所以你永远就不会 疾渴穷恶 疾病衰祸 这不好事 现前 最后要去思维这个因果 也把这个因果布施给众生 第三 其人所入也道 从毒和和草药 终不能伤 你布施给这些众生 因为很多众生没东西吃 就像我们以前 我们在以前有一些出家人 到山里面出家 没东西吃 他们只好去挖草 结果有些就中毒就死了 吃到错的食物了 没办法 所以你把这些东西给他们吃 那这些可怜的众生 就不会去吃错食物 甚至中毒而死 那以后你走到哪里 都不会中毒 你找到荒郊野外 不会被毒蛇 毒草 乃至有毒的食物水 所伤害 第四 其人鬼神罗刹 精魅亡两 观之如佛 所以刚刚讲了 我们经常说 食食会不会鬼很多 在我们家附近 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这些众生 会做食食的人 你身上有光 你叫无量微德 自在光明 我们念的这个咒 叫无量微德 自在光明王咒 叫托鲁尼 叫辩食咒 所以你只要去辩食 那你身体像梵天一样 无量微德 谁也不敢欺负你 连世间的官 盗贼都不能伤害你 鬼神不能侵犯你 然后你身体自然放光 叫自在光明 所以经常失食的人 然后众生看到你 都像看到佛一样的 所以顶礼你 还是不敢伤害你 所以观之如佛 无者 其人诸佛菩萨 天仙龙神 忽如眼睛 因为你直接在帮助这些众生 什么叫佛形事业 佛形事业就是在普度众生 结果你现在就在普度众生 就是大乘佛教的 自己未度先度众生 虽然我们自己都还没有成佛 但是我们先帮助众生 因为帮助众生就是帮助佛 然后呢 所以佛菩萨就会意念 保护你 护如眼睛 所以各位我想 保护自己最好的方法 就是保护众生 所以慈悲的人 水火刀枪不能伤害 所以佛祖说 修慈心有十一种功德 睡觉好 不会做噩梦 精神好 气色好等等 因为直接去慈悲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经典说 他有一事 一事都修慈心 慈 光修慈就是 想办法给众生快乐 结果他做了三 为了如此 他做了三十六次的玉皇大帝 三十六次的大饭天 三十六次的上帝 无量事的富贵 最后还有机会学佛 因为他有一事光修慈心 世间任何劫难他都碰不到 只要有劫难 他就会脱离那个地方 到没有劫难 因为他有一事 修慈心 所以各位你自己发愿 我这辈子走到哪里 我都要给别人快乐 微笑 给他水 反正跟对方问好 就是叫慈心 像弥勒菩萨就发愿 如果你这个人不想要笑 忧郁症 心情不好 你就看我弥勒菩萨 你就会笑 这样 所以弥勒菩萨 视线胖胖了 很可爱 放在门口 他这个叫欢喜相 这样 因为这弥勒菩萨发的愿 你只要看到我弥勒 所以我们叫大慈弥勒 这样意思 他给众生快乐的 那你给众生快乐 生生世世做帝王 乃至做饭天 所以第六 其人所有异病 若叶若磨 不能禁生 这是大家所求的 不希望那些冤亲在主找你 那些魔鬼找你 所以慈悲是最好的保护 就像我们去放生 你这样去放生 一样水火刀兵不能伤你 因为你救他 所以这些所有传染病 这些冤亲在主 业力不容易接近你 第七 其人寿命增进 卧安决安 处事吉祥 什么叫处事吉祥 这个手机坏掉了 你摸一下就好了 倒霉鬼 人家好好的手机 你摸了就坏了 所以我师父说 倒霉鬼 你叫不要碰东西 各位一定要修到 你是一个吉祥的人 枯掉了树 最近有一个菩萨 他们家的树枯掉了 他放那个那盐咒 放了几天就长出来了 这个叫枯树开花 枯掉了你跟他念变石咒 干掉了他都可以开花结果 所以如果我们经常失识 那睡不着觉的人看到你 所以你回向给众生 睡不着觉的人看到你就会 过安绝安 短寿没有福报的人碰到你就会长寿 所以各位一定要修到成为别人的福田 就这个意思了 所以我们努力修行 那我们就成为爸爸妈妈的福田 爸爸妈妈长寿无病 处事吉祥 我们是这样想的 所以我们才要修功德 那同样的我们回向给众生以后 那各位也成为一个吉祥的人 所以走到哪里 那个地方就会吉祥 本来人家天气很好 你一去就地震 你看你有问题 本来人家家里自来水有 这个人倒去奇怪 水就停了 马桶塞住了 这个叫倒霉鬼 真的有这种人 所以佛陀都有讲 某人在的时候你们要小心 像西瓦利尊者 他走到哪里 你家里的波都会满满的饭菜 因为他过去大布施 所以罗汉脱空波是 有一个罗汉 他走到哪里 人家波装满满的给他也会空掉 因为他过去不布施的 只想修行 只想修行断贪秤次的 可以 但是你的夜暴就是饿死 所以在佛经里面 有好几个饿死的阿罗汉 他虽然正阿罗汉活活饿死 还有一个还算有福报 他快饿死之前 瑟利弗叫他嘴巴打开 以瑟利弗的手 拿一点点蜂蜜给他 他终于要死之前 含到有蜂蜜才死了 为什么 因为别人给他再多的东西 一放来剥 甚至交给他手 吞到嘴巴就 还没吞就不见 这叫夜暴 他就要活活饿死 好在瑟利弗的悲心 帮助有一个这样不饿死 所以各位 虽然你正的阿罗汉 但是你没有布施 你依然没有福报 所以我想 现在的人种吃 所以用吃来度众生很重要 台湾的寺庙 我去缅甸的寺庙 以前越南的寺庙 吃都要去寺庙吃 寺庙的好吃 很奇怪 所以寺庙提供素食给人家吃 然后大家就会来拜佛 用吃度众生 所以台湾的师父都跟我们宏愿法师一样 很会煮吃的 很会煮吃的 所以以前我们在家都要想什么时候赶快要去寺庙吃 寺庙怎么吃都比外面好吃 为什么有加持 用吃可以度多少的众生 所以用吃来上供下施 第八 其人爱旷野发掃水掃自然称适 地藏王菩萨到九华山那个没水 他在那边打坐 那个地神土地打开 水神冒水 所以那边有个泉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人如果有经常在布施食物 像各位又这么会布施甘露水 你走到哪里 哪里自然就喷水 下回各位去布断 我带各位如果有趣 带你们去看一个 西人面巴尊者 这一位尊者 他七百年前了 他现在拿出来的石头 你只要念念之后 他自然就冒干露水 到现在七百年还在冒 因为他用水度众生 他那个水池取了很多的福藏 包括佛像 这是很自然 还有一个叫龙琴巴尊者 还有一个叫吉米林巴尊者 在布断有两尊很大的佛像 如果你很虔诚在那边拜 他很高 他的嘴唇马上有水 然后就变得亮亮的滴下来 代表你拜的虔诚 他到现在因为 他们过去都用水去布施过众生 所以他走到的地方自然冒水 所以佛经有说 一颗真正的甘露丸 可以让别人消除病苦不多的伤害到 如果给一个破戒的人 一拿马上变毒药 不能吃 不能吃 但是一颗有毒的 你给一个大修行者 马上变甘露 就这个意思了 那因为如此 所以各位要积这个善业 就像西瓦里 这个给我念一下 一心鼎礼 西瓦里尊者 这个西瓦里他的特别在哪里 如果你去泰国缅甸 每个人都拜他大财神 他还没有出家的时候 就很有福报 他一出生 全家都变成金银财宝 他一出家以后 他走到哪里 那个供养堆得像山一样 后来他没办法 因为每个人都在供养他 连神都在供养他 他只好躲到山里面一个人修行 他躲到山里面一个修行 早上门都推不开的 为什么 天上的神又把供养堆在他门口 所以他叫福德第一 所以释迦牟尼佛跟所有弟子说 只要有人脱波脱不到了 你们就跟着西瓦里就好了 只要西瓦里站在那边 那每个人的波一定满满的 因为他的福报 所以现在泰国的每一个寺庙 都会摆一个西瓦里 因为他们这样代表财神 所以西瓦里虽然已经舍抱很久了 只要他的形象放在那地方 这家寺庙就不缺钱 所以各位要修到如此 你的名字 你的形象 你的咒语 可以让别人开智慧 这叫文殊菩萨 可以让别人发财叫财神 对不对 那你经常在不失食物 所以水不肥沃的地方 草不漂亮的地方 水果不甜的地方 只要你去了 那个地方的水土就改变了 所以我们修行要修到能够改变世界 请问各位 可不可以改变世界 可以 这个世间叫缘起法 互相影响的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影响世界 改变世界 所以阿弥陀佛的名字 如果下无间地义 无间地义都变净土 所以因为阿弥陀佛的圆满功德 九者 其人头貌一跃 肤体光泽 无有恶色 那我想 众生吃到甘露了 然后呢 身体就发光了 所以经常湿死的人 气色非常好 外表颜色非常好 那特别女生多点灯 点灯以后 你的皮肤变透明粉红的 然后又喜欢供花 你不用化妆 所以那你要又供食物 讲话又甜 人是自己生命的工程师 请记住这句话 人自己创造自己 但是 佛菩萨不是为自己 你只要往生极乐世界 外表都跟阿弥陀佛一样 你只要往生妙喜世界 都变成全世界最美最帅的人 为什么 佛修的功德是布施给众生的 阿弥陀佛的所有功德 是要布施给我们的 只要你相信他 到了极乐世界 你享受的是所有世界最好的 每一个佛的净土都不一样 因为每一个佛修的都不一样 所以 喜欢生病了 多练药师佛 能够往生药师净土 他的身体是透明的 琉璃色的 透明的 永远 什么叫透明 没有骨头的 你生到观音天 是没有骨头的 没有肉的 你看过去是透明的身体 那你到了流离净土 那你的身体就变成流离一样的透明清净 那这就是药师佛修行的功德 可以布施给有缘的众生 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成佛 但是各位 现在你就可以影响众生了 所以像我一直施死 老实说 我妈妈得到一个什么 厌食症 不吃东西 不喝水 为了这个 我每到地方 我就供养水 不喝食物 慢慢他就可以吃可以喝了 就是这样 因为我必须修功德回向给他 他才可以会吃饭 以前我的师父生病 不吃饭 我的师兄弟 还到 赶快跟师父讲两句话 因为我都在国外 打电话 师父 吃饱了没有 还没有 赶快吃 他就吃了 因为我有布施食物的功德力 才可以 不是你叫师父吃 他会吃的 所以各位你知道说 你会影响别人 所以你应该为别人多做 比如说你这个人爱发脾气 爱发脾气的人 这个人本来不太发脾气的 碰到你 他就会发大脾气 因为你这个人一讲话讲 你好他也会发脾气 真是如此 很讨人厌的人 但是各位 如果你是修忍辱的 别人骂你 你都不回答 这个人要拿刀杀人了 要生气了 你一出现他就OK了 他就算 恶人恶鬼皆欢喜 一定要修这个 我师父要求我修这个 因为我以前跑 监狱 特别死刑犯 有暴动的地方 监狱我很熟 都会找我去 我去还让人家打起来 那还得了 两边快干起来了 然后你去 他们就OK了 因为你不打架了 你不骂人的 所以对方就不会生气 所以各位 人家会骂你 是因为你爱骂人 这样了解吗 看到你就欠骂 这样而已 因为你爱骂人 所以你为了如此 你一定要改变你自己 那你才能够影响别人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施食的所有功德 不但自己享受到 你回向给众生 你就可以改变对方 死者 其人常逢善友 乃至菩萨现为伴侣 那你的旁边没有坏人 没有恶鬼 没有伤害你的 再来连佛菩萨 都成为你的修行的助援 引导你 互至一者 其人未来 常生差利亡家 就是你一出生的时候 你爸爸是一位 有权力的人 有影响力的人 你不会生在 卑贱孤独的地方 二者 其人具足 舍利 受乐持变 这个就是布施食物的 六种功德 舍利 受乐 持变 气色好 力气大 长寿 快乐 那么声音好听 口才好 那就是布施食物 所以各位养成习惯 你在家里 没有佛像 只要一部经典 就像这样 这样就可以 你放着 一部经典 乃至一部地上经 那你要每天供养 而且要教你儿子 每天要供养 哪怕一泡饼干 一块饼干也没关系 你要吃的先供 然后再拿去吃 每天都供养食物 那这个小孩子 长寿快乐 口才好 气色好 他活得很快乐 二者 三者 其人藏身诸佛菩萨钱 念佛的人更要诗食 你永远往生死方净土 翻过来 诗食业 其人所在之处 福藏自现 什么叫福藏 你会挖到黄金珠宝 也就是说 做生意的人 自然你就会赚钱 所以做生意 各位都知道 真的是靠运气 你处心激励 不见得赚大钱 善有善报 你的福报 福业修够了 所以你买卖房子 那你就会买到 买进来便宜 卖出去贵 你就会赚很多钱 所以这些好的东西 你自然会发现 所以我们有一位大居士 他买了一块土地 后来他打电话给我说 哇 里面挖到锡矿 发了 因为在马来西亚 有很多地方有锡矿 那这块土地就不一样 所以我那时候 在家一样 我在家快出家 那一两个月 家里有一点乱 因为我太太受不了 那时候有人介绍 我们买土地 那时候我还没出家 但是我已经住到寺庙 他就跑来问我 这个事情叫我要管 到底要不要买 我哪里知道 随便买了 买了那个土地以后 我出家没多久 政府征收 赚了好几倍 至少也好 我出家人家话少讲一点 钱多 这个叫扶葬至限 一个倒霉鬼 买一百万 卖不出去十万块 所以各位叫扶葬 就是说 你都会碰到最好的 所以因为你不思给 最可怜的 最可怜的 所以各位还是养成习惯 像我们在车上 永远会摆一瓶水 放着甘露水 各位你念过大悲咒 还是放在咒语 窗户打开 喷一喷 太阳好大 因为佛经说 释迦牟尼佛说 太阳越大的地方 你要往太阳光这样喷水 为什么 这个阳光一照下去 所有孤魂野鬼都脱皮 就像火在烧他们 他们有些没地方躲 有很多孤独鬼 没地方躲的 所以佛陀说 你一定要要阳光喷水 念 开阴喉咒 或甘露水真言 或翁阿弘 那这个水 阳光一喷到 碰到这个水 这个水就变水晶光 就像很冰的凉 他们不但不会热 马上感受到冰凉的快乐 非常慈悲 所以各位养成习惯 那跟水有关系的咒语太多了 大悲咒 药师咒 准提咒 尊圣佛母咒 甘露水真言 发财咒 太多太多了 那这各位你念佛诵经 水倒好 喷一口气 把握所有功德 加入这个水 走到哪里 你把一万块钞票丢在地上 只有人要鬼不要 但是你把水一坑米 布施出去 对他们来讲是黄金钻戒 因为这些孤狠野鬼 他要的就是甘露 脱离他的痛苦 所以各位会念药师咒 太重要了 很宝贝 念念药师咒 加持这个水 你会念念大悲咒 送给人家喝 然后到处布施 所以各位你只要看到 有水池的地方 用你的手 甚至嘴巴 你念过的咒 融入在那个水里面 这个水永远有加持 那你的悲心有多强 那个加持力 有七天 四十九天 一百零八天 一年看你的悲心有多强 如果你的悲心已经怨成佛 永不退转 那这个水永远 变永远甘露 看你自己的悲心 所以那我们要把这些光啊水啊 都化成甘露 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说 只要有人煮菜 就有香味 你就把它化为甘露不死 因为煮菜 一定要排出那个烟的 当然 他不知道是煮肉的 还是煮素的 但是如果是煮肉的 你可能要加念一个咒 念一下 就是把那个肉先超度了 如果你忘了这个咒 你就这样念 南无文殊菩萨 这是文殊菩萨的愿 所有被杀掉的动物煮成肉 念它的名字或是个咒语 它马上就超度了 那超度以后 那你再去念变食咒诺 念翁阿翁 然后那个味道布施给众生 那我想 如果你有方便 有这种智慧的方便 散巧方便 太多可以做功德了 到机场 到饭店 都有在喷水 那我就会填在他面前念一念 愿这个水成为永恒的甘露 虽然你人离开了 你的功德都还在那边 只要这个水 在喷 在流 只要这个风在吹 甚至上回 我们宏愿法师 带我们去做那个饼干的工厂 是吧 做那个什么 抽签的那个 对对对 签饼 所以他们在做一定要烘干 然后那个味道很香的 所以我在那边念了老半天 就说我每一年都还在做功德 因为那个味道都还在布施 非常香 好 所以再来 五者 其人恒德他人 恭敬世皆 各位要修到有这种 威德力 被尊敬 我想为了弘扬佛法 一个修行人 一定要修到被尊敬 现在这个世间人 只尊敬有权力的 有钱的人 但是佛教里面真正修行 我们尊重他的德行 连鬼都要顶礼你了 何况是人呢 所以你越下心含笑 所以地藏经说 你对很卑贱的人 你都亲自拿食物给他 来关心他 生生世世做皇帝 就是什么意思 行为反作用力 你越尊敬 越卑贱的众生 你越得到尊敬 你这个人越视力眼 看高不看低 那你下辈子 嫉妒心之人 生生世世 出生卑贱 就是不被尊敬 嫉妒心强的人 所以各位千万不要有嫉妒心 别人比你好 别人赚钱比你多 你就 下辈子你就变成 很聪明的乞丐 就是没福报而已 为什么 因为有嫉妒心 就没地位 人家做老大 你多小三 你永远 人家做官 你做职员 因为你有嫉妒心 所以各位 你要改变自己的个性 才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那特别帮助这些 最贫穷的 众生都会尊敬你 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师父跟我说 做出家人 你要做到别人 从内心尊敬你 你这样对佛法才有帮助 我们不能 在某一些行为 让别人看不起 那现在菩萨道不分 在家出家了 所以各位 你是个学佛的 隔壁是其他宗教了 那你一定要让隔壁 自然地尊敬你 那这代表说 你的修行真的很好 所以曾经有一些妈妈问我说 师父啊 我儿子信别的宗教 我在拜佛 那怎么办啊 我怎么改变他 我说你不要改变他 你要让他尊敬你 你的修行 产生的行为 是这么样的柔和 有爱 忍辱 细心 他就会觉得 你的修行好 对不对 不然他就会讲说 你们那个不好 我们这个好 因为你没办法表现 所以我想 这种表现不是你的 不是你做什么 而是你给人家的感觉 就是如此 自然的 自然的 所以有风度的人 看起来就是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 对不对 有魅力 所以我经常碰到一些 很有钱的人 很有权力的人 甚至我接触过几个总统 国王 我都有注意看 不一样就不一样 他们连皮肤颜色都不一样 怪不得他做皇帝 他走路也不一样 天生的 他不用跟人家选 那这些当然是修行来的 再来 六者 其人所有财宝 无能夺者 因为你用你的钱 去买食物布施 所以这些被你超度的鬼神 成为你的护法神 他永远守护你的财产 所以各位 门神偶尔要拜拜 家里的门神 你至少出一十五点个香 感谢门神 因为门神是守护你家的 土地神守护你家的 这都是 火神也是守护你家的 叫造工 如果你得罪他 那家里很容易出火灾 你煮的东西会有毒 所以我们有一个奸灾菩萨 就是火神君 所以我们点烟供 一定会厘清火神经 你不能说我用蜡烛 我用瓦斯 跟你没关系 那个就是火神 然后呢 感谢火神加持 那你煮的东西 烧得开水就不一样 它有加持了 再来 七者 其人郁郁所愿 惜得撑水 念一下 心想事成 就是这样 因为你的悲心 不思 所以 佛经有说 你做私使的人 这些百千万的孤魂野鬼 都跪在那边 恩主啊 恩主啊 你有干什么 你想要做什么 你要跟我讲 我谢谢你 所以经典说 你如果私使完 特别这些孤魂野鬼 你发一个善怨 必定满怨 你千万不要发恶怨 那个人欺负我 把他干掉 那不行的 除非这个人真的很坏 他要伤害你 那你做完私使 特别是早上 用牛奶加稀饭 这个人无理取闹 根本他是无理的 你不是因为怕自己受伤害 而是不要让他照业 那你早上用完牛奶稀饭 撕死完以后 你就跟护法神 那个海涛法师 要害我 请你加持 然后那个海涛法师 那天就拉肚子 拉到害不了你 这不是惩罚他 就是让他不觉得 自己的业障陷钱 这是经典说的是真的 但是你 这个一般我不讲 因为很多人 会用这个去做坏事 那不行 就是说 那个人是真的 无理的要伤害你 你必须制止他 造这个恶业 可以了 因为你要去做一个善业 比如说 你要在那边 开个道场 他障碍你 要把你拆掉 那个时候你就要撕死了 然后呢 就护法神加持 他就不会障碍你 然后让他有功德 有这个意思 第八 其人不随 积井劫难生 就是你不会生在 没有东西吃的地方 肚子饿的地方 就像以前的海地 现在的非洲 第九 常生天上受尊圣乐 恶鬼都可以升天了 何况我们不思的人 但是我们是发愿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死者常以伐喜 残月无饥渴 天天心情很好 而且呢 不会去恶道 可道 所以保持身心快乐的状态 视为二十种大福德 剧 所以各位 讲这个有一点单调 但是希望各位有信心 有悲心 因为我想 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所要得到的福报 乃至下辈子不会下三恶道 升天 一切埋怨 大概世间福报都具足了 但最主要是一个慈悲心 那我们每次吃食 都是会回向 不是要恶鬼升天 目的呢 要他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都会念净土祈愿文 或是回向西方 或者为他们念佛 那当然我想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问题 欲望强 称恨心强 爱睡觉 散乱 各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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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修行就要征服这个 特别各位 如果你要修咒语 这个持咒跟密宗不密宗 没关系 这个是大乘佛教都要修的 当然如果你了解密怎么修 那你一定会修 这个跟密宗没关系 这个是要成佛的方法 什么叫密 密就是 很简单的说 保持佛的状态叫密 小乘佛教 认为世间是痛苦的 不干净的 所以要脱离世间 不要对这个世间起分别心 叫消灭探生之 这是小乘的修行 大乘呢 大乘的修行就早上讲了 来 众生都是母亲 所以要有悲心来接触众生 不能舍弃众生 每天去帮忙众生 那什么叫密秤呢 密秤要以小乘跟大乘做基础 捏一下 众生都是佛 世界都是净土 每个声音都是佛在讲话 在念中 这个叫密 密就是你要保持在那种状态 叫密 所以我们把众生当母亲 已经很伟大了 修密秤是要把众生当佛的恭敬 这样才可以 所以当然修密秤 他们就要求你把师父当作佛 叫喇玛是佛 喪尸是佛 这个修行是个对的 但是现在我发现有一个不对 那个不对 他把喪尸当佛 把其他人都当不好的 他只有对他的喪尸很尊敬 对其他人都不好 这个叫入邪见 他认为念咒是好的 念经念佛不好 这个就入邪见了 这很可怕 所谓密 阿弥陀佛是无上密 观音菩萨无上密 没有分的叫密 密就是说 我得到一个教法 是最殊胜的 所以每一个教法 无一不殊胜 都是最高的教法 这个叫密 为什么 因为所有众生都成佛 所以密就是断分别性 就是断愚痴 完全没有分别叫密 了解吗 如果一个人修密秤说 我密秤的灌点我才去 然后念阿弥陀佛我不来 这个人叫知见有问题 上师来我才来 一般的喇嘛 一般法师来 我不去 我要那个大法王 我才要去 这个叫骄傲的魔 跟密没关系 所以所谓密 它就是说 你把最卑贱的一朵花 都当作净土 把最卑贱的一只蚂蚁 都当作佛一样的来尊敬 希望他成佛 所以他们就要念咒 修仪轨 修仪轨念咒 就保持在佛的状态 所以要念得很快 要观修佛的形象 供养 不间断了 因为你要保持在那种 佛的状态 叫不离菩提心 当然太伟大了 太伟大了 那主一个人 如果24小时 能够如此 太伟大了 但是如果做不到 那至少各位 你在念 欧玛丽别灭后 108句的时候 很专心 那至少那个观修的力量 观修的力量 超过你把整个世界的食物 拿去做焉供的功德 所以密就是 你要把这个心灵修行得 非常的细腻 非常的细腻才可以 因为你要观修得很好 不离开那个境界 明明是不干净的 你都要看成干净 那个叫密 就是这个叫一生成佛 当下成佛 就是毫无分别的 心佛众生 毫无分别的 而且什么叫最高的密 就是要把刚刚所讲的 当作戒律 我如果离开这个 我就下无间地狱 所以这个叫修密的 要么就快速成佛 要么就快速下地狱 他没有到其他的地方去轮回 要么就快速下地 故意要闭关 故意要闭关 这是这段时间 保持这样精进 然后闭关出来以后 什么时候可以出关 并不是闭关出来就成功了 就是说 你已经不会退转了 保持这个心态出关 这样 对你来讲 当下就是极乐世界 当下就是无间地狱 在度众生 对你来讲 现在就是像佛的状态 在度众生 因为你有佛的心态 诸佛加持 我们只是变成一个工具而已 当下用佛的心态 跟功德在利益众生 所以当然我们对修密中 非常尊敬 但是要达到这个阶段 太不容易 不是我们一般人做得到了 虽然我们做不到 但是我们念念咒 至少没办法24小时做到 至少在念咒的那个时候 很专心 在观修的时候 持咒观想的时候 要很专心 那这个专心就是说 那你平常不容易起心动念 才可以 如果别人骂你 孤引你 你就很容易起心动念 还是没事干 你就会昏沉或是乱想 你要修这个很难 所以我认为在佛教里面 我们三个都要学 但是尽力就好了 解脱到的出离心 断贪心 大秤到的慈悲心 断称慧 密秤的绝对平等 空性断鱼痴 这个绝对评审 就是金刚经想的 破所有相 只有清净相 没有我相 人相 众生相 我们看经典 是把当作理想说 无我相 人相 众生相 这是我应该做的 那对不起 我做不到 因为那是佛讲的 什么叫密 我做不到我下地狱 我做不到 破相 我下地狱 这个叫三门也解 所以各位 你要把经典 每一部经典 当作戒律 去分分秒秒去实践 那这个叫密 这只有你自己知道吧 所以这个实在不容易 但是各位 虽然我们做不到 那至少念佛那段时间做到 这样就好了 慢慢慢慢念习 慢慢慢慢 达到那个阶段 好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佛法 究竟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 有责任 将佛陀的正法 不分宗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 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号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海淘法师 红法行程 10月20日 星期五 念定光如来 持战处罪四十节 南斗兴君圣诞 小船通月 等持如来书胜功德日 山西雨恶行程一千亿倍 上午八点半 板桥碑院讲堂 八观栽戒 点灯 药贡 护持 即甘露诗时法会 点到电话 02-2951-0355 10月21号星期六 小船通月功德日 山西雨恶行程十亿倍 上午十点 新竹浦原佛道院 北区联合护生 点灯 药贡 即慈悲诗时法会 点到电话 02-2917-8855 03-533-7368 10月22号星期日 小船通月功德日 山西雨恶行程十亿倍 上午八点半 台中五方讲堂 八观栽戒 护生 点灯 供水 药贡 药贡 即甘露诗时法会 联络电话 04-2238-9987 10月24号星期二 小船通月功德日 山西雨恶行程十亿倍 上午八点半 上午八点半 普礼福会传四 公送药师金 贡万灯 贡万水 又贡 祭慈悲诗时法会 联络电话 049-2900826 10月26号星期四 小船通月功德日 山西雨恶行与恶行程十亿倍 上午八点半 云林观音讲堂 八观栽戒 护生 点灯 供水 又贡 祭慈悲时时法会 点了电话 05-633-1565 10月27号星期五 念药师琉璃光如来 使斋除罪三十节 小船通月功德日 山西雨恶行程十亿倍 下午两点 嘉义香湖公园 久久重阳敬老心灵讲座 联络电话 05-225-5888 10月28号星期六 九皇大地圣诞 宫都大地圣诞 董母星君圣诞 天上圣母飞生 灵水夫人 李姑千秋 中坛元帅千秋 小船通月 要师如来书圣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程一兆倍 上午八点半 台南势力后甲国民周学 八观栽戒 护生 点万灯 共万水 又贡 祭慈悲时时法会 联络电话 06-213-1112 06-258-9177 07-607-3377 10月29号星期日 小船通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程十亿倍 上午九点 高雄福城高中活动中心 传授在家菩萨界 护生 点万灯 共万水 祭慈悲时时法会 联络电话 07-556-9911 10月31号星期二 小船通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程十亿倍 晚上七点 屏东中正艺术馆心灵讲座 联络电话 08-751-6018 10月3号星期五 念阿弥陀佛 持摘处罪两百节 诸圣夫子圣诞 南昆吴三王爷千秋 小船通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程十亿倍 下午两点半 金门文化局心灵讲座 联络电话 08-2326-651 11月4号星期六 佛陀应允返回人间日 小船通月阿弥陀佛书圣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程一万亿兆倍 上午八点半 金门金湖奏合体育馆八观灾节 联络电话 08-2326-651 敬邀十方大德 踊跃前往参加 阿弥陀佛 新逢九九重阳节 生命电视台南道场 举办八观灾节 五声点万灯 共万水 要共祭慈悲诗诗法会 恭请海涛法师主法 日期 10月28号星期六 上午八点半 地点 台南市立后甲国民中学晋德堂 地址 台南市东区东平路260号 点到电话 台南道场 台南道场 06-213-1112 台南西区中心 06-258-9177 高雄路逐中心 07-607-3377 生命电视南区联合举办传授在家菩萨界 护生 点万灯 共万水 祭慈悲诗诗法会 恭请海涛法师 战眼法师 战时法师主法 日期 10月29号星期日 上午九点 地点 高雄福城高中活动中心 地址 高雄市凤山区五甲三路176号 联络电话 07-556-9911 07-722-1749 07-221-2323